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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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34岁的我 结束了十年的婚姻 选择带着五岁的女儿 开始人生的另一个篇章 结束一段不愉快的感情 或许是一种解脱 但身为单亲妈妈 职场的领导者 作为女人 怎样在事业 亲情和爱情中 寻找一个平衡 并在各种的角色中 实现自我的价值 其实真的很难 很难 在工作上 我是非常的投入 因为我知道自己无路可退 在感情上 我也希望能找个不错的男人 可以重组家庭 为自己的女儿 的童年生活 可以完整一点 于是在工作上 我是非常的认真 因为我知道自己无路可退 在感情上 我也希望 能够找个不错的男人 为了兼顾工作和女儿 又有时间发展自己的个人感情 在女儿初中之前 家里请的都是住家保姆 平日是保姆带女儿 我会在周末抽出时间 带女儿并去公园玩 去餐厅吃饭 因为我是一个 不会做饭的女人 这种的生活习惯 一直维持着很多年 跟女儿出去吃饭 我都会让她先去餐厅 拿好位置 我把车子停好 再来找她 好多次我都发现 女儿都不会先把菜点好 一定要等我到了 我问她 你为什么不把菜点好 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她说一定要等妈妈到了一起点 后来学校老师给小孩布置了个作业 让小孩子跟爸爸妈妈说句心里话 我记得她当时跟我说 妈妈我好害怕你把我留在餐厅里 不回来 我没有钱结账 也不知道可以去哪里 小孩子能说这样的话 她心里面到底是多么的没有安全感 在那一刻我明白 女人在人生中面对不同的角色 必须有侧重 必须有侧重 在女人和母亲的选择中 我选择 母亲作为优先 暂时把个人感情放下 因为 这种东西也需要缘分 在这出这个决定以后 就是女儿和工作中面临的一个平衡 在银行工作有一段时间 我是在信用卡服务中心当客服经理 大家知道信用卡是24小时办公的 作为经理也需要轮班 晚上9点10点下班是很经常 偶尔有客人投诉什么的 11点下班也有 这是工作上的需要 我没有因为要照顾女儿 而申请调理这个职位 加上女儿也非常的懂事 凭着自己对工作的专注和热爱 我的职业开始往上升 我的职业开始有上升的机会 可是终归不是什么时候 鱼与熊掌都可以兼得 人总需要面临很多的选择 甚至牺牲 2010年当时我认知是副理副总裁 下个职位就是VP 当时银行的老总想着让 菲律宾 中国 印度 三地 有潜力的助理副总裁 做一个三地的位置的调动 为期六个月 希望我们在不同的国家 管理不同的人员 从而提升自己的沟通及领导的能力 为期六个月 当时女儿只有九岁 我不愿意她在这六个月的时间里面 没有妈妈的陪伴 我可以把她申请到国外 可是在短期间内 她要在适应海外的生活 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对于她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经过多方面的考虑 我依然地不参加这个计划 最终也是因为我的原因 这个三地调动的计划没有成行 我的晋升也必然受到了影响 很多时候取和舍是一念之间 我很感恩自己的决定 也很庆幸 女儿的成长 有着我完完整整的陪伴 有我全部的爱 她现在已经是一个21岁的大姑娘 在广州一家985的大学读大事 今天她也在场 带着她的小伙伴们 为母亲加油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2013年43岁的我 在安稳的人生又出现了一次机遇 在银行工作了11年 选择离开加入酒店行业 选择安稳还是选择挑战 我又一次地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前 最终的我还是勇敢地接受了挑战 在酒店的七个年头 凭着自己对选择的坚持 我带领的中国团队 一直成绩骄人 在全球24个客服中心中脱颖而出 分别在1718年 荣获了全球最杰出的团队奖 而我也荣获了年度最杰出的 客服中心总监 2019年去年的8月8日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是母亲去世的日子 母亲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给予我很多的鼓励和启发 女性的力量也在我的成长中 发挥着很大的影响 在母亲去世大概两周的时间 我接到美国总部的电话 希望我接任当时我老板的职位 说老实话 我心里是懵的 我只想着刚去世的母亲 我不认为自己能胜任任何的挑战 而且这个只为是管理亚洲七个国家 八个客服中心的管理任务 我不认为自己的状态 能胜任任何新的挑战 我一点不含糊地拒绝了 可是美国总部的老板并没有放弃 接连三番五次的电话及邮件的交流 无论我想出哪一方面在工作上 和生活上的困难 他们都给予相应的解决和支持 确实也让我觉得公司非常有诚意 我也很深刻地明白 公司在那一刻希望我勇敢地站出这一步 因此我开始分析 认真的分析我的能力和这个职位的差距 首先我一定要提高我的英文沟通能力 并对管辖亚洲七个国家的文化及业务的了解 这里包括是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泰国 印度 当然包括大中华 第二 机会也不是常常有 我相信如果母亲在世也为我勇敢地接受挑战而感到自豪 三 既然老板们觉得你行 你已经少了很多的障碍 因此 49岁的我 又一次站上了人生心的高度 或许大家会想着 Hey Rebecca 你会怎样风风光光地开展你的新的工作 亚洲七个国家满地的飞 我也这么想的 可是恰恰相反的是 我在新上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我的工作是非常的狼狈 非常的狼狈 新冠肺炎狠狠地打击了酒店 也狠狠地打击了我 1月在全国的爆发 3月已经让全国全球各地 蔓延在这个疫情的水深火热之中 集团全球暑假6000多家酒店 超过2000家 陆陆续续地关闭 就算勉强能够营业的酒店 入住率也从90%掉到20%不到 在我管辖的亚洲七个国家的客服中心 五个客服中心 五个国家 在当地政府的要求下关闭营业 在疫情中能够正常营业的 坚持营业的只有中国和日本 为了保证客服的工作正常运行 同时杜绝病患的出现 当时的我勇敢地做出了一个决定 让所有的后勤人员在家办公 减少前线人员上班的人数 我更加利用中国客服中心的人员 处理其他国家的业务 让客人的服务不受任何的影响 这些所有的工作安排 都受到了集团总部的高度赞赏 这些也为后来疫情 在欧洲和美国的爆发 做出了很好的学习榜样 虽然疫情的打击让我触手不及 但我为自己的果敢行为感到自豪 谢谢 在50岁人生阶段的我 没有因为自己处在西洋的 子业的西洋年龄而感到害怕 我看到的是自己更加成熟的一面 面对困难及挑战更加的重庸 而自己也站在了人生心的高度 女儿的健康成长 自己在工作中也获得了一点点的成就 而且身边也有了一位在工作和生活 给予我很多鼓励和帮助的伴侣 谢谢 我和这些所有的一切我都非常感恩 感恩自己的勇敢和坚持 天行见君子已自强不息 我的经历让我明白 机遇的背后是勇敢 选择的背后是坚强 多色人生的女性 需要勇敢地面对挑战 也要坦然地接受得失 多色人生的女性 需要用自己的自强 不息的力量 展现女性的能力 力量 谢谢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